那时 门徒忘了大饼 灾船上除了一个饼 他们没有别的食物 耶稣祝福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提防法里塞人的酵母 和克洛德的酵母 他们于是彼此议论 说者是因为他们没有饼了 耶稣知道了 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议论没有饼了 你们还是不领悟 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 还是迟钝的吗 你们有眼看不见 有意听不到吗 也不记得吗 我把五个饼 抹开分级五千人 你们收拾的碎舌 装满了多少康 他们回答说 十二康 还有 我把七个饼 抹开分级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碎舌 装满了多少蓝 他们回答 七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还不明白吗 有意味听到